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着声不咋地 没事的 这个东西就是凑天数 那赶上了 赶上了就赶上了 我个人都很少赶上这种时候 我上期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 我这过年前不太那个 不太那个 怎么他在涛哥身上 挺不容易 但是确实是有时间的背景之下 就会出现这种东西 我刚才节目中也解释了 说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缘由的 来去都没有缘由 是指这一面没有缘由 那我个人都一把年纪了 我还不知道说人家感冒发烧 怎么了 着凉了这个呢 哪儿都没有 他就出现状况 所以他是一个认知的不同 就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故事啊 我们就说 哎 说你感冒发烧 人得病就得吃药 现在都是不得病吃药 得了病不吃药 得病吃药跟不吃药 这是我们现实这块肉身表现的一个方式 那一般普通人得病 他是吃药 有些人不一定吃药 那我小时候家里穷 感冒发烧根本哪儿吃不起药 没有 那个感冒发烧就拿那个 你比如上火了 就拿那个针 老太做衣服的针 拿火 打火机 拿火柴 那时候都没打火机 拿火柴 烧一下头 把头烧一下 拿点酒精 酒精啊 就在手指尖放血 十个手指头放完血就好了 有后来出现那个 大概有些人知道 那叫刮沙 原来根本不叫刮沙 拿着铜钱 那时候老家里头还有那个铜钱 铜钱战成醋 刮中间那个脊梁骨 刮出血印子来 老太就说 你刮出血印子就行了 这办法 谁吃药啊 不吃药 精英不吃药 现在的科学了 对不对 科学就改成吃药了 就等同吃药跟打汁的 朋友你打汁了吗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 但它是个过程 如果你一定 有些朋友不一定从修行上不一定理解 有些修行上就叫宵夜 宵夜的概念就是 人在现实生活中活着就造业 这都是师父在教会中明确讲过 二十五六年前 我第一次开始 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 发高手跟现在有点类似 所以你问我 我就感觉这一圈转回来了 后来这二十多年很少 大家看我节目这么长 很少这样 发高手 那个时候还 那个时候 我还回去过北京一趟 北京当时 我个人修炼早 那个 回去了北京一趟 在北京发烧 所以现在都记得 发烧就是练功啊 我们就讲练功了 发烧你就练功啊 然后喝点百米粥就没事了 所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但我现在想想就像这一圈撞回来 真的 我不开玩笑 凡事都是首尾相扣的 比如说 你想说什么意思 就是 大家听起来囊囊的 没发烧啊 囊囊的 就是二十多年前 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来了一下 这儿来了一下 前后对应的 预示着很多故事的一种结局 2024年结局 2024年结局 有些朋友可能听着觉得没用 你赶快输归正传 你要觉得没用呢 这就是缘分了 挺笨的 挺笨的 OK 这是VP之争 就是副手之争 我这张照片就用的是Newsweeks Newsweeks现在置顶的一天照片 一篇内容 他讲了很长 他就说川普 谁能做川普的竞争副手 所以很显然 包括这些极左的媒体 都把川普已经定格了 就是他肯定是竞选总统了 已经阻挡不了了 所以里面照片里面 包括维维克 斯考特 包括Norman 和斯蒂菲尼克 所以我就 我跟大家介绍这个背景啊 因为我们介绍蛮多的 那另外一篇文章的来自于郭惠山 他就说斯坦菲尼克呢 认为他的机会最大 我不做额外的去跟他 我就说 大家知道人们都在讨论有关副手的问题 这个东西呢 这个可能跟川普团队有关 跟 他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他的基点就是川普肯定获胜了 这个 这个 黑利基本就瞎来了 黑利还在坚持 黑利竟然放言说呢 南卡他不一定成功 就是南卡很可能会输掉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所以黑利要培进自己所有东西 给我感觉 这是 这是 所以他如果培进所有东西的话 他的 他的试图做法 就是他这样的做法 同样会给他额外所带来某些资历 经历呢 带来一些影响 也就是说 他的影响可能更加的偏离保守派 就是我们说太心计了 太过分了 下手太狠毒了 太阴毒了 那你太阴毒的话 即使左派势力的话 他用这样的人 他也害怕 就是你 你随时把谁都给干掉 对不对 而且他眼中可以没有任何别人 所以这是黑利 那斯坦菲迪克呢 在国会山的这篇报道中 就认为是抗战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书啊 我重点不在这儿 重点是在另外一篇文章 这篇内容呢 是这个小肯尼迪 所以小肯尼迪就在这个背书之下 显得比较突出 我们介绍过 应该我认为是川普的团队在试水 那结果小肯尼迪昨天 今天29号 昨天就被问到 他会不会成为川普的副手 小肯尼迪就做了很明确的答复 他说如果今天你问我的话 我今天不会的 但是他就是小肯尼迪的答复很坦白 如果你今天问我的话 今天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 你问他是蛮早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愿意把他作为试水 就是到底小肯尼迪什么态度 那他就讲 他说我现在竞选总统 对不对 那竞选总统要跟拜登有了一争 那他的竞选期限要到 民主党人确定那个是谁 是不是 那当然小肯尼迪他代表是独立人士 但是时间确实 你现在让他答应的话 因为川普自己都没找到我答应什么 但是呢 里面就提到了小肯尼迪在全国50个州 都具有影响力 而且人们给他钱 他的影响力的票额 百分之十八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他的作用就蛮大 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 共和党整个的注册党员 百分之二七 如果加上百分之十八 这都是 不应该这么假的 一个简单的加数 百分之四十五 那肯定赢定了 那几乎 当然这不太可能 咱说不太可能 因为整个百分之二七的共和党员 是否全给川普 都是个疑问 但是呢 他这种叠加的概念 跟弥补川普在 在这个中 就是独立人士的影响当中 是有一定相当作用的 那小肯尼迪的答复也是蛮有伏笔的 他说如果你今天问我 我今天不会 但是曾经出现故事 你比如说南部边界的问题 南部边界成为了一个非常 矚目的问题 那有关德州跟联邦政府之间 是否出现内战 那小肯尼迪呢 他是按照德州的讲法说的 他说那作为这个德州 在宪法中拥有他独立的地位 这是德州这么讲 宪法赋予德州独立的地位 他有责任 有权利保护他的国民 保护他的州的土地 那这个说法 就跟德州的概念是站在一起 另外在南部边界建墙 小肯尼迪是反对川普的 那后来小肯尼迪改变态度 他认为建墙是对的 所以他这些的报道的背书呢 这是小肯尼迪自己 在答复中说的 都为后面留下了一个伏笔 过了今天 我可能就可以答复 就是这么个伏笔 而小肯尼迪的介入呢 对川普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异补 无论从 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从重新塑造人的角度来讲 从现代的共和党 跟民主党两党的政治来讲 他都是一个巨大的补偿 其他都不具备 其他人不具备 这是叫新国家的杂志登的 小肯尼迪被问到说 他必须经过一场战斗才会退出来 他说川普的团队 就副总统的问题 跟他联系过 他承认联系过 但是说今天提起来 他不会接受这个位置 但是小肯尼迪蛮确定的说 川普的人接触过他 有个人叫Chris 说团队从未联系过这个小肯尼迪 川普团队没有人接触过他 将来可能会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放风 这是一种手法 我把它解读成手法 因为这样的做法 对各种影响跟铺垫是蛮大的 但小肯尼迪真的OK的话 是蛮有趣的 他占有18% 他影响的是独立选民 他自己也是独立选民的身份出现 这样的话就是蛮成型的 另外一个成型就是 他会毁掉两个党 现在的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小肯尼迪跟川普的联手下 就会改变 一个根本性的美国政坛的改变 星期六在西弗吉尼亚集会时 他就 他事先跟这个媒体 叫News Nation 这个人叫Richard 跟他联系过 谈到南部边界的问题 他说根据宪法 德州有权保护 宪法第四条 美国有义务保护各州 免受外国侵入 作为美国总统 我会为他辩护 德州不必这么做 所以他就提到 这个牵着德州的问题 就是内战的问题 所以他就 那目标压力是在拜登身上 肯定的 在有关南部转建墙的问题 他已经改了 他说当我下去看到边界 知道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全改变了 德州跟圣地亚哥 2200英里 我们不需要建墙 在边界某些地方 肯定需要建墙 所以这是他之前表示 那作为报道当中的铺垫 都代表了小肯定迪 在面对是否成为副总统 他是一个开放 其实他只不过现在 他要看他的独立选民 影响了多大 可能朋友不太 觉得不太买账 你要知道 共和党27 民主党27 如果独立选民 他现在是18 距离共和党的 共和党民主党数字 只差9% 只差9% 所以不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现在刚2024年初 你到了2024年中定位的时候 独立选民真占43%到47%的时候 他拿走30% 留下10% 甚至成为某种很杠杆式的东西 所以美国大选就不太一样 非常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时候让小肯尼迪撤的话 他只要有钱支持他 他不会撤的 我觉得他不会撤 他有他独立的 因为终归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有他独立的意识跟想法 他今年70岁 所以蛮特别蛮特别的 他的思考方式跟背景资料也不太一样 所以川普到现在并没有讲 川普要先 你让我说就川普要先搞定共和党内部 那才可能讨论下一个问题 但这是一个 so far目前看来是一个相当标志 就是相当智慧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男人做事是应该这样 而不是非要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不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